你们两位老人家慢慢休息一边琢磨 我们第六章 安全汹涌 这天晚上首先由端木鱼大展易戎功夫 将金天明等人从头到脚易戎改造 众人事先商议好了 以身形为编派准则 金天明就负责假扮赵南阳的徒弟左臂星 而宋歇山则扮成了赵南阳 花生将扮春老 刘碧假扮数百羽 新艳艳便理所当然的成了白千红 大伙平时早已经在端木鱼的巧手之下 每天易容 却直到这个晚上 才真正见识到端木鱼的神乎奇迹 只见身旁几个战友 一个个都变成了敌人的模样 果真是唯妙唯笑 就算近看也是毫无破绽的 五个人不禁啼笑皆非的彼此对望 但想起接下来所要面对的危险 又不禁有点头皮发麻 清晨天还没亮 柯月来到相约之处与众人共同出发 在黎明前最深的夜色里 六个人往西北的方向朝山而去 渐渐的来到城市最中心的山脚下 一道长长的山缝宛如鲨鱼猎口般的出现在他们眼前 那宽度恰好只够一个人进出 洞口外泥地上插满两排高大火炬 火光落在山壁上映照出一张巨幅鬼面獠牙 鬼脸上的两只眼睛则被凿嗑了圣玉二字 心艳艳忍不住心中发毛 一动脚步往惊天明靠近了一些 惊天明却忽然想起了柯月 从小就怕鬼 下意识地朝他看了一眼 六个人缓缓朝那山洞靠近 立刻便闻到一股怪异的腥味 这周遭无草无树 唯有泥土和岩石 除了火把燃烧的劈了啪啦声音之外 只有沉重的积燃 山脚下空无一人 竟然没有丝毫守备 刘碧低声说道 鬼谷中人人相传 这块地方已经被下过咒语 凡是靠近的人必然会生病 误闯入山的则会坠入地狱 有去无回 所以这一代平时根本无需守备 鬼谷中人皆毙得远远的 花生将哼了一声骂 哼 邪门歪道 装神弄鬼 柯月则对众人解释 入山者有去无回自然是假 我之前就进去了好几次呢 至于靠近的人就会生病 却是其来有自哦 在这山凤外围的泥地上 都洒了一种名叫亡粮的毒水 经由空气散毒 吸入体内伤肺伤肝 一个月中大病不起 也不是什么太厉害的毒物 倒不至于害命 只不过中毒者浑身上下 都会出现白色的斑点 如此一来 有谁违反了禁令 自然被看得一清二楚 我这里有解药 大家都先喝了吧 柯月说着从怀里掏出了六个小瓶 将其中五瓶分给其他的人 打开了自己手中那瓶的木塞 率先将药水一饮而尽 众人就一一照做 唯有刘碧露出了怀疑的表情 迟一片刻 方才喝下那瓶解药 柯月见了 只是在心中冷笑 也不说破 领着众人开始往那山洞而去 那洞穴在黑暗中 看起来深不可测 望进去 除了浓浓的墨黑之外 便什么也没有 花生匠和宋歇山两人 正打算取下洞口外的火把 柯月却立刻挥手制止 低声说道 洞穴里的山壁上都涂满了硫磺 众人心中一领 忍不住互相看了几眼 当下由柯月率先踏入山峰之中 紧接着 金天明 新燕燕 刘碧 宋歇山 和花生匠 六个人鱼贯而入 恍如穿入一道 相隔两个世界的时间缺口般 一一引没 走进深深的黑暗之中 果然 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硫磺味 由于四周实在太过黑暗 六个人不久 便逐渐丧失了时间感 虽然走了没有多久时间 却仿佛已经过了许久 他们在狭长的涌道当中 沉默无语 各想各的 花生匠走在六个人的最后头 当然是戒备严防 他脑子里头一路暗骂 这些鬼谷人形势果然阴毒 这个地方若是有机关暗算 闯进来的人纵然武功再高 恐怕也是防不生防啊 宋歇山却想着 再过不久便要揭开那 先翻武林的白玉之谜了 倘若师父真的和此事有关 我今后可算是判处失门了 只是我从小以清宵派为家 往后却该何去何从呢 刘碧走在六个人的中间 戒备严防却不雅于 垫在最后头的花生匠 这个时候他脑子里正在盘算着 这个山道不知道是天然形成的 还是人工开凿的 鬼谷为了几块白玉 竟然如此费尽心机 那白玉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耐心布局才等到这一天 终于有机会可以探明真相了 只不过怕就怕那柯月居心不良 他若是对我们有加害的意思 此处可说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刘碧往前每踏出一步都是小心翼翼 仿佛只要一不留神 便会在黑暗中坠入了万丈深渊 心艳艳只觉得 这个封闭的空间和压迫性的沉默 使得黑暗格外令人恐惧 六人的脚步声和自己的心跳声 也变得十分巨大 他两只手心里全是汗水 心中不禁暗暗佩服 这个地方不是一般人有胆量走得进来的 柯月竟然能够单独进出多次 倒是不简单 他可不知道 柯月过去是花了多少次的力气 才克服恐惧 又是如何一次一次硬着头皮走下来 方有今日这般泰然自若 这时候柯月走在六人最前头 只是心无旁骛的一路向前 此行对柯月来讲 除了救出端木戎和乌段之外 其余的都不重要 六人当中就属惊天明最为镇定 既然柯月一路走得不疾不徐 他便料定此处尚无危险 惊天明只觉得大伙似乎都过分紧绷了 当下试探性的咳嗽了一声 见柯月没有阻拦他发出声音的意思 于是故意放低声音问 伊尔 伊尔 在我背后的是你吧 心艳艳很紧张的回答 是我呀 怎么了 金大哥 哦 没事 没事 你别怕 刘碧 刘碧 在伊尔后头的是你吧 刘碧很警觉的回答 是我 在我后面的是宋大哥 宋大哥 宋大哥 在刘碧后头的是你吗 是我 没错 怎么了 金兄弟 没事 没事 我检查一下 谁知道中间会不会有人被调包 刘碧不宜有他 很同意的附和说道 天明顾虑的是 花大哥 花大哥 在宋大哥后面的是花大哥吧 花生匠正要回答 金天明却立刻抢着说 不是啊 花大哥走在我前面呢 心艳艳和刘碧听了齐声惊呼 怎么会 花大哥 明明是走在最后一个的 宋仙山狐疑的说道 金兄弟 可别吓我啊 要是走在你前面的是花兄弟 那走在我后面的这个人是谁啊 这 我怎么会知道啊 喂 喂 走最后的那个 你到底是谁啊 花生匠见金天明在这个关头 居然还有兴致耍弄众人 心中不禁暗自好笑 当下便故意闷不吭声 宋仙山连忙叫道 花兄弟 花兄弟 在我背后的明明是你 你倒是吭声啊 刘碧这时候也听出 金天明是在故意导弹 但是又不免有所怀疑 于是低声唤道 柯月呢 柯月 黑暗中只听得柯月扑齿一笑 金天明推推柯月说 你别光是笑啊 光是笑我们怎么听得出来 你是谁啊 柯月催了一口 没好气地回道 金天明 你无不无聊 嘿嘿 我就是看大家太无聊了 刘碧叹了口气 很不以为然地责备道 天明 都什么时候了 还开这种玩笑 宋仙山却还在狐疑 可是花兄弟干嘛 一直不出声 难道在我背后 真的不是他 心奄奄越想越害怕 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起来 花大哥 花大哥你倒是快点说话呀 花生匠憋了半天 终于笑出声来 别怕别怕 在柯月背后的是金兄弟 金兄弟后面的是新姑娘 新姑娘后面的是刘兄弟 刘兄弟后面是宋大哥 宋大哥 在你背后的是我 在我背后可就真的没有人了啊 宋仙山这才放下心来笑道 花兄弟 你要是再不出声 我真要回头一掌打过去了 几个人被金天明这么一闹 原本紧绷的神经 都稍微放松了一些 心奄奄则是又好气又好笑 还有真是的 花大哥 金大哥他老爱胡来 你怎么也跟着瞎胡闹呢 你说话之间 前方渐渐有光线传来 似乎这涌道的出口 便在不远之处 空气中的硫磺臭味 也渐渐淡了 隔不多时 六个人陆续走出涌道 来到了一间方形石室 但见这十室内空无一物 唯有一扇铁门紧紧关闭着 天花板上的岩石早有天窗 清晨的薄光 正从那窗洞斜射而入 外头已经天亮了 六个人陡然自黑暗走进光明 却忽然发现站在身旁的竟是赵南阳 左臂星和鬼谷三霄 灯时的呼的一跳连忙退开 接着这才想起 现场除了柯月之外 其他五个人都已经是变装易容了 一时间不禁相顾压然失笑 柯月已经很久不曾有过这种同伴的感受 原本冷若冰霜的外表 不禁稍稍融化了一些 他玩耳一笑 却又凝重了起来 看着其他五个人正色说道 过了这间时事 外头便是真正的圣域了 谁也不知道圣域的范围究竟有多大 我们等一下得先经过一个广场 然后进入一座花园 之前我两位师叔就是被软禁在那里的 我在这个圣域里头能够通行的范围是有限的 但原本至少还能够见到他们两个人 没想到三个月前 鬼谷谷主竟然下令 将他们两个人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还派了鬼谷三宵负责镇守花园 我上次是因为拿着第四块白玉 才能够再见到我两位师叔一面 刘碧听到柯月提起第四块白玉 忽然说道 原来如此 想必就是从我身上抢走的那块白玉了 柯月公主为了长辈安危 不惜重伤从小就认识的朋友 想来定是难为的很啊 任谁也听得出 刘碧此时是话中带刺 惊天明在旁边露出为难的表情 但是柯月倒是毫不理会的继续说 上次我已经和鬼谷三宵约好了 拿到第五块白玉之后 就跟他们会合 说着伸手自腰带内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白色布包 这便是最后一块白玉玉配 我已经在布包里洒满了去宫伞 那是一种非常细小的粉末 若非直接用手触摸 单凭肉眼是很难察觉的 他和亡凉水同样 是经由空气散毒 只不过这去宫伞毫无气味 更加防不胜防 粉末被洒开来的那一瞬间 室内很快就会充满毒气 闻到的人半个时辰之内将会失去所有的内功 刘碧沉吟说道 换句话说 我们得在半个时辰之内制服鬼谷三宵 花生酱皱起眉头 显得非常不以为然 失以暗算 这未免有点小人吧 刘碧正要反驳 宋歇山已经忍不住白手说道 干脆直接把他们杀了不就算了吗 春老的武功虽然很强 但咱们有金兄弟和柯月公主联手对付 剩下的数百羽和白千红 便交由我们其他几个 绝对没问题的嘛 金天明却摇头说道 只怕这一打起来不免惊动其他人 等我们解决了鬼谷三宵 端木姑姑和月神乌段 也都已经被人带走了 没错 柯月点点头很坚持地说 无论如何 都要尽量在不打草惊蛇的状态下来进行 刘碧又对柯月问 既然这个去宫伞是以气散毒 那我们几个人岂不是也难以避开 是不是应该要先服解药呢 柯月回答 很遗憾 这去宫伞倒是没有解药 所以待会儿就由我 和金天明先进去见鬼谷三宵 这样一来就只有我一个人会中毒 到时候金天明看我眼色时机一到 便由他动手来制服鬼谷三宵 其他的人等到这个时候再进去 大伙只要避气快速通行而过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心艳艳露出疑惑的表情说 可是这么一来 金大哥也中毒了 你怎么说只有你呢 金天明笑着说 我不怕毒啊 心艳艳不明所以 还正要详问呢 刘碧却忽然又问 只有你何天明进去吗 柯月知道刘碧还是不信任自己 心下已经老大不耐烦了 索性将布包塞入金天明手里 拿去吧 这第五块白玉就由你保管 刘碧唯唯一笑 意味深长地看向金天明 天明 我们几个人的性命可都交到你手里了 言下之意就是 万一柯月背叛了大家 金天明可千万不能为了儿女私情 而罔顾大事 金天明脸色善善的 可是柯月却恍若不闻 诸事交代一臂 柯月当下转身拉起了铁门上的金环 大敲三下 哐哐哐 重铁撞击之声在石室里面震动出 嘹亮的回响 铁门后头立刻传来了开锁的声音 刘碧低声提醒大家 记住你们现在的身份 我们尽量避免开口 免得不小心露出破绽 铁门被缓缓地拉开 逐渐出现在他们六人眼前的 竟然是一座长宽 具有数百丈的巨大广场 广场中央两道人墙 各个皆是身穿盔甲 手持长枪 一左一右地排列出一条 长长大道直达笔端 在那广场尽头 则是另一堵石墙 森严地树立在上百道阶梯顶端 石墙上的两扇黑色巨门 正沉默地紧闭着 众人见到这个上千个士兵的阵仗 揭不禁心下骇人 那个负责开门的守卫 一看到六个人 便立刻一一叫道 赵掌门 春老爷子 白姑娘 树公子 最后才对柯月喊 柯月公主 言语态度非但恭敬有礼 而且将辈分高下分得清清楚楚 宋谢山不禁暗自惊讶 难道师父在鬼谷当中的地位 居然比鬼谷三宵还要高 刘碧却暗想 这些士兵身上的盔甲 竟然跟秦兵相同 看来鬼谷和朝廷之间的勾结 比我想的还要深呢 白青红依旧握有兵权 往后如果想要和鬼谷相抗 势必得连接武林各派 方有可为了 柯月朝守卫随口应了一声 暗中扯扯心艳艳的袖子 心艳艳这才想起来 事前所排练过的 因为白青红心高气傲 向来都是走在最前面 于是赶紧抬起下巴率先而行 惊天明眼见 唯独自己没有被叫到名字 显然左臂星在鬼谷里头的 辈分不高 也不怎么有名 所以大家还不太认识他 当下便理所当然地走在最后面 暗中照应其他的人 他们在成千个士兵的守卫之下 穿过广场 走上一百多道阶梯 来到巨大的黑色铁门 柯月却转而向右 走到一扇小门前 他一眼神示意其他人 先在门外等候 跟着运工将石门往内推开 领着惊天明跨入门槛 两个人一进去 柯月便立刻又将那石门重新关上 惊天明望着眼前的景象 不禁好生错愕 他万万想不到 方才沿途那番森严威武 如今转眼之间 竟然来到了一座雅致的庭园 但见亭台水泻 富贵清幽 一名女子披着淡紫色的薄纱 悄然独作 她一手端着茶杯 小口地戳饮着 另一手则轻轻拨弄琴弦 正是那曾经率领大军 攻持掠地的夏姬白千红 白千红如今虽然已经嫁为人妻 但八年来仍旧是艳丽的不可方物 风姿错约不减当年 只是那眉宇之间多了一层不得志的淡淡抑郁之色 柯月带着惊天明推门而入 白千红也只是挑起眉毛瞥了一眼 便又继续喝茶弹琴 柯月笑盈盈地唤道 白姐姐这么早就喝茶 小心伤身啊 白千红闲闲闲地回道 昨晚轮到我首夜 这会儿正困呢 说了打了个哈欠 又道 为了快捞舌子白玉 弄得人连叫都不好睡 三个人每天轮流等你 你这丫头架子还真大啊 柯月吐吐舌头回道 我算哪根葱 你们在这儿保护月神和神医 何必把账算到我头上呢 更何况 你以为我不想早点来吗 谁知那八卦门这么难搞 中间还跑出一个惊天明找我麻烦 只恨我没能趁机杀了他 让他逃了 白姐姐 为了这块白玉 我可吃了多少苦头 哪像你们整天在这儿喝茶 弹琴发呆睡觉 多悠闲啊 白千红身指往柯月的方向一点说道 你这丫头好一张贫嘴啊 小心我哪天给你撕烂了 接着朝荆天明一番上下打量 又道 怎么着 连清宵派的左兄弟都一块来了 荆天明微笑回答 我师父特别交代 要我陪同赵映 白千红哼了一声 很是不屑 有我们鬼谷三宵在此 左护法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 京天明心中暗存 左护法 原来赵南阳在鬼谷里头位居左护法 又听得白千红对柯月问道 东西呢 还不快点拿出来 柯月朝京天明一指回道 在他身上 白姐姐 春老爷子和树大哥呢 不等他们了 白千红白白手回道 天才刚亮呢 我看都还在睡吧 理他们呢 先把白玉交给我 玉手朝荆天明一摊 五指匆匆两眼金光 射向荆天明 荆天明不为所动摇头说道 我师父特别交代了 一定要让三位同时过目检验 便听得东乡房传来一阵 浑厚苍老的呵呵笑声 你师父自己不来 倒是专找我们麻烦 一块玉佩有什么了不起的 非得大清早的就吵醒老人家我 西乡房也传来了声音说 爷爷 反正您年纪大了 本来就早起 柯月妹妹好不容易都来了 您好歹出去见见她呗 说我呢 我看是你自己想见人家吧 话音刚落 两边房门豁然同开 春老自东乡房内 慢吞吞的舵步而出 数百语却一个灯身翻出了回廊 站到了柯月面前 笑咪咪的望着她 很亲热的招呼着说 柯月妹妹好久不见啊 柯月撅起小嘴回道 什么好久你可别乱说 待会又要害我被白姐姐骂 说来太晚了 柯月眼看春老差不多也靠近过来了 转头看向金天明催促道 左师兄 这可总算能将白玉交出来了吧 金天明唯唯一笑 从怀里掏出了布包 意态闲适的慢慢掀开 心中却暗骂 什么柯月妹妹叫得这么亲热 她才一亮出那块白玉玉佩 柯月便说的就伸手抢走 嘴里还笑着喊呢 分明就是我得手的东西 功劳倒是全给你们师徒抢走了 金天明装出无奈的模样 怂怂肩膀 顺手扬起手里那块白布 随着她的动作 去攻散顿时挥洒在空气当中 柯月趁机把粘在白玉上的粉末 都给擦干净了 将白玉递给春老 那春老爷子 白玉是我交出来的 这功劳可得算我头上啊 一直以来 白千红始终对柯月没有放下过戒心 听到这话冷冷一笑说道 柯月妹妹还真是鬼灵精 什么便宜都要占 先前抢着要去拿第四块白玉 后来又抢着要负责第五块白玉 奇怪了 怎么上回白玉得手 刘碧的一条性命却还留着 这回白玉得手 恐怕心艳艳也还活得好好的吧 金天明一听 灯石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没错 当初若是有鬼谷的人 去拿走第四块白玉 刘碧焉有命在 心中不禁对柯月好生感激 柯月撇撇嘴 哼了一声也不反驳 眼看时间也拖得差不多了 毒气必然已经深入体内而发作了 当下暗示性的朝金天明看了一眼 拉起唇老的衣袖撒娇着说 爷爷 你看白姐姐欺负我 要不是看在您的面子上 我早就当场动手了 这动手二字才刚刚出口 柯月的十根手指便弹琴似的 纷纷点向了春老的手臂 与此同时 金天明已经挥震双臂 右手的布团朝数百语的门面扔过去 左手发掌 往春老的胸前拍击 春老虽是促然不防 却毕竟身经百战 一察觉柯月的动作便立刻侧肩一身 他哪里知道 这时候柯月和他一样都已经中了去宫伞 根本就没有内力点他的穴道 只是表面做做样子 春老一面躲过柯月点穴 一面身掌迎击金天明的来招 但他俯一拍掌便按叫不好 糟了 怎么内力全无呢 金天明趁这机会 抓住春老的手腕一拉 伸直便点住了他胸腹的阴都穴 与此同时 柯月早已转向数百雨 数百雨才刚刚被一坨布团打得头昏目眩 眼貌金星 也来不及看清眼前到底发生什么事 本能的撒手就是一把暗器直出 只见数十根毫无内力驱使的暗器 挥射不远就纷纷落地 柯月轻松躲过之后 却不急着继续往前 他忽然驻足 违转先腰 避过白千红正砍江而来的一把双刀 跟着右掌拍向白千红妖记 这一掌当然也是虚晃一招 白千红才刚刚侧身避过 后颈的天柱穴就已经被金天明给拿住了 金天明一招得手 立刻纵步腾身 煞食犹如一道急窜而去的闪电般 挡住数百雨的退路 他和柯月两人一前一后 柯月逼得数百雨无暇回身 金天明则一直点向了数百雨背部的神堂穴 这一切的变化犹如惊鸿奏蕾 转瞬即过 谁该先对谁动手 彼此该如何相互的应援 这一切都是金天明和柯月的临场应变 眨眼之间 鬼谷三宵都已经浑身酸麻 动弹不得 三人这才想到要喊 金天明立刻就封住了他们的哑穴 金天明和柯月在院子里烧停片刻 不自禁的相互望了一眼 他们对于方才两人之间的绝佳默契 心中皆不仅有些错愕 又有些惊喜 柯月弯腰拾起掉落在地上的白鱼玉佩 金天明立刻转身去将院子里的石门打开 刘碧四个人正等着焦急不耐 一见门开 立刻按照原先的计划 在门外吸了一大口气 屏住气息 这才快步进入花园 就看见春老鱼染 夏季白千红 冬铜树白鱼 三个人摊在地上 瞪大着眼睛 望着另外三个春老鱼染 夏季白千红 冬铜树白鱼 大摇大摆地经过他们面前 中间却还夹了一个赵南阳 鬼谷三宵这才明白 眼前的左臂心十有九成 九成九 他也是个假的 刘碧一看见鬼谷三宵 便拔剑要取了他们的性命 花生匠立刻在旁阻拦 匕首画脚 金天明说道 刘碧 你干什么 他们现在已经毫无反击之力 我们怎么可以称人之为呢 宋歇山也在旁边匕首画脚 金天明又跟着补充说 更何况 我们是以暗算偷袭的方式制服了他们 原本就已经是圣之不武了 刘碧横了一声 灰灰常见 柯月在旁边说道 都是一些妇人之人 此时若不杀了他们 必然会给这次的行动带来其他的麻烦 刘碧忍不住看了柯月一眼 他和柯月两个人一直以来水火不容 这时却相当难得的意见一致 至于那真正的鬼谷三肖 摊在地上瞪大眼睛 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眼前这几个人 有的要憋着气不讲话 只靠匕首画脚 有的却又可以开口说话 就看春老很不以为然的 一边摆手一边嗯啊啊 左臂星在旁边翻译 哦那他们都已经被点了穴道了 又中了毒 绝技不会碍事的 舒白宇立刻挥动长剑 嗯啊啊 柯月在旁边反驳说道 哎呀鬼谷三肖又不是什么好人 趁机杀了也算替武林除害 赵南阳连忙挥手摇头 嗯啊啊 左臂星在旁边又说 哎不行不行 趁人之围非狭义之道 无论如何都不行 舒白宇又举起剑来 嗯啊啊 柯月正打算要开口 却见白千红 忽然捂着嘴巴用力跺脚 脸红脖子粗的跑来拉左臂星 左臂星转头对柯月说 哎不好不好 月儿快没气了 舒白宇这才终于不再坚持 收起了长剑 柯月也觉得实在浪费太多时间 点头说道 走了 事不宜迟 真正的鬼谷三肖虽然是又惊又怒 怎奈口不能言 身不能动 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场莫名其妙的闹剧 就这样结束 任由柯月率领众人 往院子东南角迅速离开 别门声 即将有这个力量 昨天 无论